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威 我还在售喉的家乡桑丘 拿到这辆硬派越野房车特别的开心 今天就开始装车 国庆就出发 三辆车都停在喉哥家门口的 我的车上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下来了 有部分东西还在他家里面 待会都要放到房车上面去 把这后面都空出来了 待会要应该会装一半 今天已经把外界电源冲上了 到时候出发就满水满电 现在这房车是全部升高的样子 全部升高是2米6多 降下来是2米1多 就是说可以下2米2的地库 这显示充电 我准备还是铺额头床 因为额头床是固定的 这次出发就一个多月时间 就轻装上阵 还是之前的 还是打算用这个 睡袋 因为到时候从青海回来 还得开我的吉普车回四川 所以先就不用买其他床上用品了 应该在2号 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出发了 明天再待一天 床已经铺好了 还是挺大的 只说身子靠最里面的话 没有那么舒服 就从这个位置到外面就好了 里面伸腿就可以了 感觉挺舒服的 就钻到里面就好了 平时压下来也不影响 就这个降下来 刚刚在隔壁超市买的 把冰箱动一下 这桌子可以这样斜着 这样门就好开一点 就这一个试一下 在雨呢 那个钥匙 我去街上打印个东西 看你撑 行 又没那个贴窗的那个纸 找一个很薄的 贴纸 对啊 厚的都不行 把它贴住 对啊 打一下 就那个 就直接封闭住是吧 对把它封闭了 直接封闭了 就要去买那种双面胶 这个胶太厚了都不行 不然关不了窗 刚刚冻进去的 来吧 哎呀 这不是给我买的冰糕吗 谢谢 去吧 你不是说还有个快递吗 你把一起拿回来呗 别忘了 外面下雨了 试一下 我再去把锅碗瓢盆塞一些 到这抽屉里面 感觉很不错 一室一听 一厨一味 猴哥这车 也是空空的 还有很多东西也没搬进来 他想着去买混动的车 所以这个车还没有装东西了 看国庆有没有优惠活动 这就是我们两车出行的东西 猴哥的物品已经收了 这就是他今天要带走的 别看我吉普车小 真的很能装东西 我买了4条防滑链 一次都没用 但这次越野房车的话 防滑链如果要买的 重新下单 因为它轮胎型号不一样 猴哥说的 它越野胎就不用爱防滑链的 先就暂时不买 希望这一够多月出去 不要遇到太多的冰天雪地 应该就好 这个是给轮胎打气的 好好知道你 这个紧自排必带的 之前 这个千斤顶 就是以前打房车的 这个可以打三更多 这个要必带 还有氧气瓶 氧气瓶也要带 因为身体随时都在变化着 不知道到高原 可能也会有肺痒的情况 这个也是要带的 户外座椅 猴哥在户外睡觉的垫垫 好像他说这次不带这个 这个睡袋也要带走 就太冷的时候 我是要两个睡袋的 现在外面下着雨 所以不方便装车 你看 拍不出来雨 但是看这上面看得到 是一个单人的 就晚上特别冷的时候 就睡两层 就这样两层 晚上睡觉就不担心冷了 再加上这侧有柴卵 就把这个一打开 一会儿 它热风都是从那个口出来 打开一会儿就有热水了 只是我的床上用品不好看 但不影响温馨的感觉 水壶 户外灶台挺方便的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插头 你看还有好多地方没放了 换点简单的还是挺方便的 这上面有个牌子 厨头 你咋就进来了 你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开这辆车出发 是不是 他就进来坐在这里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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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就睡过道可以吗 你睡这里 不是上面 不是沙发上 睡那里 你睡那里好吗 走到这个位置更宽 你下去吗 下去吗 下去吗 坐下 你睡过道吗 行吗 你睡过道 像个人一样 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坐地上 行不行 你要跟我说话了 就差说话了 如果外面下雨的情况下 在车里面做饭 方便 这车是3000瓦的沥变器 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我这人除了嘴碎 还爱行动 你看 随便拿一点东西 摆得稀稀拉拉的 这边 还有那么宽的位置 而且这个车的电也是挺多的 好像说 7度电还是8度电 猴哥回来了 还挺快 猴哥 你知道这车的电是7度 还是8度 他不是说8度吗 8度是吧 我是记得他说 好像是8度来着 我忘了 你看 接下来装饭好方便 直接在车位用电就好了 看一下这吉普车 后面 就这么点了 这个现在也要搬到车上去 先搬上去 我想把这个箱子搬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放到那个沙包后面 能不能隐藏着 如果能隐藏就好了 因为这个箱子挺大的 这一箱子全是我的衣服 这么大的箱子如果放得下去的话 再买一个 感觉有点大了 可以 太开心了 可以 还可以买个大箱子来放 而且下面也是储物 这下面 要把这个抬起来了 如果下面能做成抽屉的就好了 所以说房车有时候要在使用过程当中 才能知道 比如说 这下面是抽屉的 直接一拉出来 不但这个沙发床还能变宽 而且下面拿东西可方便了 所以说为什么厂间愿意 把房车让我试开了 经常在户外玩房车 或者使用过程中 能发现一些细节上的 就是说可以升级之类的 这么能放东西 我就瞬间特别开心了 你看 你看这下面 这边 也是很空 这么大的客厅 然后这边 一张固定的额头床 这边简易的厨房洗漱台 最主要是里面有个隐藏的厕所 我都已经放了很多东西 目前这车还能睡4个人 因为这个床一掀上来 可以睡两个 里面放了东西 外面可以睡一个 然后这个位置 可以睡一个 现在睡4个人的情况下 车里面看着还是挺整洁的 这一圈还能坐5个人 4个人最舒服 这个车的乘坐标准也是4座 但是可以睡5个人 因为这个床是很宽的 最先去到房车厂的时候 看到这个布局 还觉得不怎么喜欢 没想到今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来之后 再操作了一下 真的是 太好了 就一师一厅 一厨一味 冰箱都有 只是这个车没有洗衣机 它是可以选配洗衣机 想着马上就要开着移动的家出发了 而且这还是一辆越野房车 里面布局内饰 都特别的温馨 有家的感觉 就希望我们这次出发 它依然顺顺利利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